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43厘米 尽管如此 它们是一对真正的爱人 长颈鹿 抱着小鳄鱼 它们在一起往前开心地回家 小鳄鱼 幸福地搂着长颈鹿 脚呢 在不停地摆动 像在走路 但其实呢 更像是在飞 它们是怎么认识的呢 这写在另一本书里 关于这段相识 鳄鱼和长颈鹿都非常高兴 听过的小朋友 一定知道它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是不是 真心相爱的人 都希望有一栋房子 这样它们才能够生活在一起 于是啊 它们搬到了城市的边缘 搬到鳄鱼的小房子 哇 你看呢 鳄鱼很有礼貌的 将长颈鹿聚了个宫 然后呢 手指着房间里面 穿着一身红色的西服 好正式是不是 很有仪式感 它非常的期待 长颈鹿可以搬过来 跟它一起生活 可是它的房子看起来 是不是有一点点小啊 它的房子漆有一点掉了 可是可以看到里面 是砖头做的 砖头的房子很结实 长颈鹿很高兴地 站在门外等着 它穿着一个 带着衣子的衣服 哇 是的 这是它们第一次生活在一起 长颈鹿搬了一个箱子过来 箱子上写的什么呢 好像是搬迁的意思 是的 它们正要搬家呢 哇 长颈鹿好像还带了它 一盆心爱的花盆 虽然我们没有看到上面的花 因为那太高了 长颈鹿终于来到了鳄鱼的家 不过 那儿并不理想 一点也不理想 长颈鹿走到哪儿 都会碰到头 哎呦 哎呦 它已经很精力地把脖子 哦 弯下来了 可是头还是会磕到棚顶 哎呦 使劲一颗 连房上挺着的小鸟都吓了一跳 哎呦 什么东西 小鳄鱼很紧张地 嗯 撑直了尾巴 翘起了脚 哎呦 可是我的房子还挺高的呀 当它睡觉的时候 只要伸展一下身体 它就完全看不到鳄鱼了 我们可以看到鳄鱼 很心爱地抱着长颈鹿 可是长颈鹿的脖子 我已经伸出了家门口 它完全看不到鳄鱼对它的微笑 鳄鱼换上了它的睡衣 好看的紫色睡衣 它很暧昧 它还带了它的 哇 衣柜过来 是不是 高高的衣柜 可是它的衣柜放不进家里 只能放在外面了 还有它 那盆心爱的小盆花 当它想要坐得舒服一点时 同样的事又发生了 哦 它在屋子里面 呃 直不起脖子 怎么办了 只能把头 哦 冲出了烟筒 啊 这样才能舒一口气 是不是 可是这样 小鳄鱼在家里 也看不到长颈鹿 这可怎么办呀 咦 有啦 小鳄鱼 嘟嘟嘟嘟嘟嘟 拿着小梯子 爬上了房顶 嗯 这就是我们在 封面的时候看到的 是不是 咦 小鳄鱼很幸福很开心的 又给了长颈鹿 一个甜甜的微笑 要不我们搬到你家去吧 鳄鱼对长颈鹿说 小鳄鱼住大房子 总比大长颈鹿 住小房子要好得多 嗯 它们是要搬家了吗 于是 它们搬到城市的另一边 搬到长颈鹿的大房子里 啊 长颈鹿好开心 连着它的箱子 快步的大步跑了起来 小鳄鱼呢 拉着小推车 和它的小牙刷 啊 还有 什么 车里有一个什么 长颈鹿心爱的花盆 是不是 长颈鹿呢 买着个鱼小小的仙人球 它们很开心的搬家了 但是 住在那里也有很多困难 而且 非常困难 饭桌实在太高了 鳄鱼根本看不到 今天晚上 它们要吃什么好吃的 嗯 它的椅子也很矮 鳄鱼怎么在这张桌子旁边 吃东西呢 也许它需要一把 高高的椅子吧 这样 长颈鹿 就不用摊着脖子来看 下面的小鳄鱼了 我们去拿一把 高高的椅子试试看吧 但是 鳄鱼要怎么坐上去呢 用力爬爬爬 它们可以改用一张比较矮的桌子 但是 那又不适合长颈鹿 长颈鹿的椅子太高了 还要弯下腰来吃饭 虽然两个人遇到了吃饭的麻烦 但是 我们可以看到 小鳄鱼和长颈鹿 都带着甜甜的微笑 是不是 它们也可以在地板上 锯一个洞 长颈鹿坐在地下室 只需要把头 伸在地板上面来就可以了 但是 长颈鹿的脚会冻得冰凉冰凉的 这样对它可不好 而且地下室里 一般放的是什么东西呢 是不用的杂物 打扫卫生用的工具 还有一些小老鼠 不过这样 至少两个人可以 互相送上甜蜜的微笑啦 它们两个准备了一个可爱的杯子 正准备干杯呢 除了吃饭 还有很多麻烦 比如 门把手 太高了 小鳄鱼根本勾不到 打不开门 楼梯太陡了 小鳄鱼根本爬不上去 哎哟 连上厕所也是问题 马桶太大了 小鳄鱼自己做了一个 小梯子 有没有小朋友谁见过 要爬着梯子上厕所的呢 他还努力地爬上梯子 终于来到了马桶上 可是 他没有办法勾到纸 也没有办法冲厕所 不仅这样 而且连晒衣服 也都很有困难 小鳄鱼已经学会了走绳索 小鳄鱼 咚咚咚咚 爬上梯子 把要晾晒的衣服 放在了架子上 我们看到 他洗了很多的 长颈鹿的长袜子 连衣裙 小裤子 都很漂亮 是不是 他自己的呢 自己的衣服在下面 很小的一排 是不是 他为了晾晒 长颈鹿的衣服 学会了 在线上 很细很细的线上 走路了 鳄鱼和长颈鹿 越来越难过 事情不能再这样 继续下去了 鳄鱼不能忍受这一切 长颈鹿也是 两个人都抱着胳膊 很难过 可是他们并没有想分开 为什么 小鳄鱼还是站在了 长颈鹿的高跟鞋上 他们还是很亲密 只不过遇到了一些 生活上的问题和困难 嗯 大家想一想要怎么办呢 第一没有问题的地方就是床 当他们躺在床上的时候 高度才相同 这时候 他们才可以望着彼此的眼睛 给对方一个最甜蜜的微笑 就像当初一样快乐 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鱼会是什么呢 第二天一早 阳光灿烂 鳄鱼和长颈鹿在花园里制定了一项伟大的计划 他们很开心地趴在草地上 在一张很大的纸上画着些什么 长颈鹿甚至高兴地翘起了脚 鳄鱼也称职了他们小美巴 是的 他们开始动工了 长颈鹿和鳄鱼在挖什么呀 他们在拿着小鳅 很努力地挖着是不是 在后面这个高高的楼是谁的房子 是长颈鹿的家是不是 在长颈鹿的家门口 他们在挖一个很大的坑 他们敲啊敲 钻啊钻 凿呀凿 他们拿来木板 树干和玻璃 这是准备做一个小房子吗 他们还很懂得合作 长颈鹿很高 但是它也不能钻到更上面的一栋 小鳄鱼起在 长颈鹿的头上 它可以做到 他们一起努力来实现这个伟大的计划 我们看到 这个边缘上好像有两只小动物在看它们 是不是 是谁啊 好像是一只小蜗牛和一只小绿虫 是不是 啊 他们也很好奇 像小朋友一样好奇 鳄鱼和长颈鹿在做什么呢 哈哈 嗯 他们好像做得很顺利 长颈鹿还把自己当作滑梯 鳄鱼可以直接从它的身上 嗖地滑下去 终于每件东西都洗干净 它亮了 啊 长颈鹿可以擦到高高的台面 鳄鱼可以扫地面上的灰尘 嗯 没刚刚那两只小虫也来帮忙了 是不是 小蜗牛和小绿虫 嗯 它们也很好奇 我们看 长颈鹿的裤子上 我 破了一个洞 可能是刚刚搬东西的时候刮到的 小鳄鱼呢 我 脸都已经都是灰尘了 是不是 脏兮兮的脸 它们做得很努力 但是都很开心 那我们希望它的计划早一点实现 最后长颈鹿和鳄鱼 很开心地坐在一辆车上 在等着什么 这是个什么车呀 后面有一个大大的罐子 啊 是的 是巨大的水罐车 难道它们要往房子里面灌水吗 啊 巨大的水罐车开过来 往坑里装满水 小鳄鱼和长颈鹿很期待 很舒服 正在盼望着什么 可是它们俩这样幸福地在一起 好像大家看着都有一点奇怪 比如 嗯 开车的司机 我们看 它好像很好奇地看着这两个人 是不是 嗯 树上的小鸟也在好奇地看 它们在干什么呢 还有谁啊 小蜗牛和巨虫 是的 它们也在期待呢 现在鳄鱼和长颈鹿住在游泳池里 在水中 它们的高度相同 它们可以一直互相对望 并且给对方一个最甜蜜的微笑 所有的问题 都被洗掉了 它们的厨房 也是在水面上 是不是 嗯 这样不管它们俩谁来洗碗做饭 都可以很合适 它们的书架也有两层 下面是小小的书 是鳄鱼的吧 上面是高高大大的书 应该是长颈鹿的 它们俩的小牙刷也放在一起了 嗯 真的是在一起生活了 远处的垃圾也摆放的整整齐齐 还有两个人的什么呢 对它们俩最喜欢的盆栽 一个高高的小树 和一个小小的仙人球放在了一起 还有它们俩最喜欢的小床 嗯 小床的形状跟我们小朋友的不一样 一边长一边短 但是这样它们俩就可以互相看到对方的脸了 卧室的墙上还挂着两幅画 这应该是纪念小鳄鱼和长颈鹿的房子 上厕所的问题也解决了 可以很轻松地爬到马桶上上厕所了 上面它们家什么东西都是一大一小一对一类的 墙上挂着毛巾也是一大一小 外面挂着的衣服也是一大一小 这样长颈鹿可以站在下面晾 小鳄鱼可以站在台阶上晾衣服 这样它们都很方便了 连台阶都是大台阶和小台阶 这个设计实在是太好了 外面贴的一张什么呢 是的 是它们一起趴在草地上画的伟大的计划 原来它们的计划是盖一个游泳池 它们搬了新家 连小蜗牛和小绿虫也来庆祝了 到这里我们的故事就快讲完了 最后小蜗牛和小绿虫怎么样啊 它们也在挖洞在做自己的新家 太棒了 爱的小鳄鱼和高高的长领鹿终于生活在一起了 是的 爱有时候就是为对方着想 谢谢大家